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7月24日 荷兰女足火拼巴西女足 升四期六旁晚 2020奥运女子足球分组赛 将进行第二轮各族 届时新处别组的两大夺 金热门荷兰女足 与巴西女足张正面交锋 首轮分组赛 B组两场对赛都踢出大比分 巴西女足以5比0大炒中国女足 打出气势 不过荷兰女足更加攻入10球这么多 双方今次针锋相对确实胜负难了 荷兰女足是上届女子世界杯瓦军 目前最新世界排名第4位 在今届分组赛当中 则仅次于美国女足 球队实力自然无庸置疑 荷兰女足在首轮分组赛上 前锋美迪马迹上演大四起 利亚基马腾斯 也有两个波的进象 最终帮助球队以10比3的比数 先时已经有点放松 而这样的坏习惯 在强敌面前分分钟被放大 成为影响比赛走势的关键 巴西被誉为足球王国 绝非浪得虚名 不管是男足还是女足 在国内都有着良好的发展 男足世界排名第三 女足就名列第七 放眼世界范围内 只有少数国家有这样的实力 巴西女足在过去八届女子美洲杯中 斩获了七冠一亚的奪目战绩 恐怕是后无来者 不过在女子世界杯 同奥运会两项大赛当中 就从未登顶 总共三次杀入决赛全部屈居亚军 就近况来讲 计算之前友谊赛在内 巴西女足近六将六得四胜一 和一副的战绩 当中仅负于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女足 而且近四战都保持不失波 至于在奥运女足分组赛首战 巴西女足在马达的大零下 以5比0大炒实力不错的中国女足 也充分显示出球队目前状态极佳 就算今次对阵首轮分组赛表现 最为突出的荷兰女足 巴西女足也有力跟她们抗衡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 精彩赛事尽在M直播